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昨天台北股市呈現V型反轉 大家都想不到 對不對 但是文遠老師的文章 早就跟大家說明 而且昨天晚上的 回答上漲了6%以上 今天什麼樣的AI股票會上漲 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相關的表現 我們看圖卡 各位看一下 這是昨天6月25號 美國股市的表現其實還算不錯 為什麼 我們去看一下 包含一下納斯達克漲了1.26個百分點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漲了1.79 回答這更重要 漲了6.76% 也就是說 回答在召開股東大會之前 還是有出現一個反彈的格局 所以大家在想說黃若勳賣股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是心裡面上面影響 因為他賣的股票跟他現在手上還持有的 其實是九牛一毛啦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這個是短線上面的影響 那我們再看台積電的ADR 漲了2.85% 那唯一下跌是誰 道琼 所以我已經跟各位講 最近其實不太需要去看道琼 他完全就是跟台北股市是脫鉤的 對不對 因為現在漲跌都是看電子股啊 漲跌都是看AI股啊 這是我在一個月之前 就已經跟大家預告跟說明的事情了 對吧 所以我們回頭去看一下 這些今天這些股市 包含像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 揮達台積電ADR有一個共通現象 他們都呈現叫做技術性反彈 為什麼 到了月線附近 這一條藍色叫月線 這一條藍色叫月線 這裡叫月線 這裡叫月線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回到月線之後 他們就開始出現反彈 其實根據葛蘭幣八大法則 我們可以知道回檔到月線 第一次通常都會是買點 而且在上升趨勢的軌道當中 這個就是一個多頭行進之間的震盪換手 那我講得很清楚 好 那你看 昨天晚上的台式企業盤 漲了69點 那更精彩的就在於昨天V型反轉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文章 我跟大家講了什麼樣的內容 這是昨天6月25號的盤前發文 早上5點多就發給大家了 那我昨天只跟各位講了一個重點 你要注意什麼重點 只要持續走洋 而且即將扣抵相對低檔的20日均線 就是月線 沒有失手之前 台股適度拉回整理後 仍有表現的機會 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不只台股 連美股都照著我的規劃去走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遍 有沒有照著我的規劃去走 費城半導體打到月線反彈 台積電ADR到月線反彈 揮達到月線反彈 完全 欸 文老師我畫線給他走欸 我畫線給美股走 畫線給揮達走欸 有沒有 我都講在前面喔 這是昨天盤前的發文 你想一下昨天盤前那個氣氛 速殺啊 大家都害怕啊 對不對 你看昨天的開盤 是這樣子開欸 投票 是這樣子開欸 是這樣子開欸 那你一定會擔心啊 但是如果你回頭去看一下 文老師在盤前有告訴我們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打到月線 就不用擔心 它會出現所謂的反轉訊號 那你看喔 是不是完全是出現了 而且到了尾盤 尾盤是拉尾盤喔 昨天台肺股市漲了62點 不多 但是象徵意義極高 為什麼 因為昨天本來啊 市場的預期是要 可能要跌比較多 但是你會發覺什麼 不跌反轉 而且是呈現V轉 對不對 V轉 V型反轉 這行情就很精彩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 從後面我來 我再給各位看一個更精彩的 你更意想不到的事情 昨天的盤中 我又特別再強調了一遍 所以我們盤中的文章很重要 來我們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盤中文章 都會放在我的light當中 帳號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多多的 善加利用 多多的參考 對你的操作一定會有幫助 我敢在這邊啊 很大膽的拍胸腹啊 跟大家講 你看我的light一定有幫助 為什麼 因為我裡面告訴你 大盤的方向我也跟你講 標股的資訊我也告訴各位 我們就來驗證一下 這是昨天盤中的發文 六月二十五號的盤中發文 我跟大家講喔 中午你看 中午時間十一點五十五分 我跟大家講 只要持續走陽即將扣底的二十日月線 沒有失守前 台股依然會有表現空間 各股表現了一個行情啊 所以從十一點五十五分 你看在哪裡 在這裡 尾盤拉了多少點 拉了將近兩百點 各位朋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的時候 來我用個綠色給你看 這個地方是還跌一百點喔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還跌一百點 那你就想到 很多的我們的粉絲好友說 喂老師你真是大膽啊 為什麼 因為你在跌一百多點的時候 你告訴大家是行行還是會漲喔 對不對 我也不是說 有什麼通天眼啊對不對 這是我們對於行情的預測跟看法 開盤之前我就告訴你 沒有那麼差 盤中我又提醒你一遍 頭部門來 是不是 我又提醒你一遍 中午時間 我又提醒你一遍 沒有錯吧 那一樣啊 我除了提醒你大盤 股票我們更要看 因為我們賺也是賺股票嘛 最重要還是個股的表現怎麼去看 尾盤有什麼股票會拉漲停板 這才是重點 好 所以我說尾盤資金特別留意誰 留意宜特 榮德造船 深微能源 蓬城三商店對不對 那你看喔 從十一點五十五分 我們就拿這個當分界點 是不是拉漲停板 榮德造船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拉上去 三商店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拉上去 所以我說啊 不管你要做波段的 做短線的 做當充的 做隔日充的 不管你要怎麼做啊 有沒有 我們的文章都很適合你 短線 中線 長線 通通都有 所以我們的文章 每天拉著 文老師盤前 盤中 盤後的資訊 各位一定要鎖定 對你的操作絕對有幫助 來 我們再看喔 所以你看 昨天大盤很精彩 我們講得更精彩 你看喔 昨天的行情 K線是留了一個下影線 漂亮啊 對不對 很漂亮 沒有錯啊 漂亮 這我們盤情也跟大家預告過了 當然今天的行情指數啊 我覺得原則上不會太差 還是看AI股的表現 因為畢竟揮打反彈了6.76% 今天不看AI 那要看誰 你不覺得嗎 所以我為什麼這一個月以來 我每天都跟你講 AI電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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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講一樣事情 你會覺得一個月以來 文章老師你真的是講在前面 你真的是事先預告耶 因為我每天都在想 怎麼樣讓投資朋友說 你看到我們的節目 你看到我們的內容文章 你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 你會相信 你會覺得是 有一種信任感 為什麼 要事先講 不是事後 很多人事後盤後才告訴你 我今天什麼股票大漲 什麼股票漲停板 那其實沒有意義 你看到了 你也會半信半疑 但是我事先先講 我相信大家 對我的信任感就會很高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的粉絲人數 越來越多 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盤 來 重頭戲 今天的盤前發文 所以我每天會在上節目之前 把我們所有的文章 所有的內容都整理好 發在我們的Light上面 各位可以多多的善加利用 你盤前的內容看到了 盤中的內容 各位 那就等到盤中我發給你看 所以盤中你想留意的 尾盤什麼股票會拉的 我們的Light帳號把它加起來 或者是我這個QR Code 把它做掃描的動作 對你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今天的行情怎麼看 朋友怎麼看 揮答大漲6.76% 今天就看AI股 各位這沒有任何懸念 對不對 不是到了今天看到揮答漲了 才告訴你今天來看AI股 不是我們講多久了 對不對 不論揮答漲跌 我都告訴你就是看AI股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事實勝於雄變 不是這樣子講嗎 好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所以你現在要注意什麼 現在大盤是什麼樣呢 你只要在這個22858點之上 原則上技術面就是初步止跌的訊號 你注意這個關鍵的數字 22858 沒跌破之前 原則上這個盤就是多方的走勢 那現在要留意什麼 留意啊 近期K線拉出中長紅 守住短期均線相關強勢股的表現 所以你現在要做什麼股票 強者很強 或者是整理完剛突破的 不是買那種很低很可憐 然後跌很多落後補漲 不是喔 它會跌很多會很低 其實就是代表它的產業不對 你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會不會發覺現在的股票是什麼 強者很強 對不對 當然強者很強 意思不是叫你去追高 而是你要去留意產業在對的股票 形態在對的股票 營收在創新高的股票 這樣才是正確的邏輯 這樣了解嗎 你看現在台北股市會漲 都是漲什麼 五月份營收很好的 財報很好的 AI股票 你有沒有發覺都是漲這些股票 你看我們是不是都事件跟大家來預告 好 所以我們回頭再講 來今天注意什麼股票 創新高的有誰 雲豹能源 大士科 博雷 紅塑系統 均豪 續翔股票有誰 政達 極歐 金蓮 東台 光陽科 這個其實我們都追蹤了很多天 再來 突破盤整區的攻擊 今天有一些新菜社上菜 來 我們看一下 哪一些新菜社 來 陽明光 玉金光 大力光 三光 對不對 有三個光出現喔 這三個光 已經出現什麼 突破盤整區的攻擊訊號 開始有要出現喔 這個大家就特別去留意喔 像洪水 星鼎 光潔 這個被動元件相關 這是突破盤整區的 有攻擊的一個機會 再來帶量長紅的 宜特 龍德造船 泰森 深微能源 洪水我剛才講過 就等於是重複了 沒關係 一樣是強勢 再來是01 302901 高檔強勢整理的有誰 有軍華 石塑工業 光盛 波羅威跟玉邦 所以如果你短線操作 就是留意誰 留意突破盤整區的 跟帶量長紅的 你要做波段的 就是看創新高的跟續強的 這樣了解嗎 這樣去看就可以了 短線上面拉回的有誰 高檔拉回的有誰 有威科 精彩科 新復興 全新 華東 星通 這些都是很強很強很強 可是昨天突然拉回 那這些股票怎麼看 很簡單 三日不破低 三日內過高 它就是一個去強的股票 如果三日之內 它還在盤整格局 那這個股票 它就會進行到整理 所以判斷的方法很簡單 如果你手上這些股票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你都可以到 我們的line上面來做詢問 好吧 先跟大家來講 再來 這是昨天盤前的發文 那其實昨天盤前發文 我們也寫了相關的一些分析 我跟各位講 注意這些相關的股票 時間有限 我就不一個一個念 因為這個 畢竟昨天我們講過了 昨天我們講過 我們就回頭去驗證一下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的這些股票 到底有沒有 對大家有沒有幫助 你看 晶圓電 極優 光陽科 大士科 雲爆能源 還有儀特 這股價表現亂講 你看儀特也是我們昨天盤中跟你講的 這是重點 你看 所以我們盤中會告訴你很多資訊 因為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分析師 不會在盤中發 這些解析的文章給你 都會在盤後告訴你 什麼股票漲停板 什麼股票大漲 對不對 但是我能夠在盤中發 我能夠在盤前發 大家對於我的信任感就會提高很多 為什麼我的粉絲人數越來越多 原因就在於此 所以各位回頭去看一下 來 大士科 雲爆能源 宜特 光陽科 極優跟晶圓電 所以你看 雲爆能源我們講幾天 三到四天以上 所以這樣嚴格算起來 已經連續漲四天了 這股價表現其實是相當相當的強勢 為什麼它會漲 因為輝達要跟他買綠電 所以他這一波是漲重電嗎 不是 他是漲輝達 所以 還是什麼 還是AI 你當然了解我意思 因為最近很多投資本在問我一個問題 為老師 為什麼雲爆能源大漲可是華城不漲 為什麼 對不對 我現在節目就給你解答 雲爆漲是因為輝達 不是因為重電 不是因為缺電的問題 不是 這答案很清楚 所以 你還是要心系著AI股票 再來還有什麼 深微能源創高 因為深微也是輝達買綠電的其中一家 因為他跟三家買 一家叫雲爆 一家叫洪德能源 一家叫深微能源 三家 OK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還是跟輝達連在一起 鎮達 東台 台達電 龍德造船 泰森 好 那原理上這些股票 我們都跟大家分析過 比如說 像台達電 我們6月20號的盤檢的發文 我們就告訴大家 你注意誰 我那天寫了很多都是全值相關的股票 那裡面有誰 有台達電 各位 那個時候6月20號 大概在這邊吧 對不對 所以股價來到391塊半囉 這是我們Light文章的盤檢的發文 相當的重要 所以各位我們的文章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一定要去關注 一定要去鎖定 對你的操作 絕對會有幫助 再來你看 像這個 6月21號 你回頭去看 我們寫了什麼股票 光照 有微科 深茂 健翰 雲爆能源 泰森 泰森 昨天是不是拉上去 受惠什麼 台積電 先進封裝 所以昨天出現什麼 大漲 141塊半囉 6月21號的盤檢發文 再來 6月13號 盤檢發文 我跟大家講了誰 我們跟大家講了誰 3029的01 股價也是往上漲 6月13號的盤檢發文 所以其實我們會跟各位講很多很多啊 產業的標股 大家沒發現的 市場沒發現的 所以我說啊 我每天把1700多檔公司 全部匯整 全部把它整理過 資金的流向我都看過 哪些量比較少的我也去掉 哪些型態漂亮的 哪些帶量突破的 我們通通把它整理完 最精華的就是寫在文章上面給大家看 不然投票你想一件事情 每天1700多檔公司你到底怎麼看 對不對 很多投票們都說啊 哎呀這股票到底怎麼選 行情漲到2萬2 2萬3還是賺不到錢 可能還虧錢 那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出了問題在哪裡 出了問題在選股的問題 要嘛就追高 要嘛就買到什麼 買到破底的股票 就這兩種 股票要買上漲的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買上漲的 整理完的 整理完的 形態對的 營收報告對的 財報對的 產業對的 就這樣子 那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 302901 它是什麼 AI的軟體 6月13號就跟你講了 所以 6月24號的盤前發文 我們也寫了很多 你看 雲爆能源 精彩科 精聯 群創 華融 健翰 有沒有 新復興 那新復興跟全新昨天又拉回喔 該怎麼看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這些很多創新高的股票 不見得幹嘛 不見得馬上要追嘛 你要留意什麼 低檔剛轉強的相關概念股票 好不好 所以朋友 如果你盤中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或者是說 想要留意盤中 可以做什麼樣的股票 歡迎鎖定我們的相關文章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好 想要掌握每天第一手的盤前 盤中盤後 最新的標股資訊 歡迎大家鎖定我們的Light相關的帳號 多多的來加入 對你的操作一定會有幫助 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機打開 照相模式 掃描我們畫面的QR Code 會出現一個條碼 你把它點進去 一樣 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相關的帳號 好 來 我們再回到圖卡 我們就持續的不斷的預測 不斷的驗證 預測驗證 預測驗證 這個就是我不斷的跟大家 所強調的事情 因為你每天都在想一件事情 可能從早上的節目開始看 看到盤中的 看到下午的 看到晚上的都在看 一天可能看了十幾個節目 但是你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什麼股票會漲 明天什麼股票會漲 下個禮拜 什麼股票會漲 對不對 這是大家想知道的 那我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看 6月21號 我們跟大家分析的 預告的這些股票 軍華 雲豹能源 建漢 有威科 玉邦 東捷 從6月21號上個禮拜 回過頭來到今天去看 你會不會發覺 這些股票通通創新高 對不對 通通創新高 那有些創新高之後拉回 比如說昨天像有威科 這個地方有威科出現拉回 這種該怎麼做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你其實 你為什麼會需要 吳遠老師 就是因為我會在高的地方提醒你 有沒有 前兩天我不是提醒大家嗎 我提醒你什麼 短線大盤的 乖離過大 對不對 是不是就拉回 拉回過後我提醒你 沒有那麼快 月線還在往上揚 扣抵完之後還會往上走 根據葛蘭幣八大法則 航行還是會往上走 只是中間那個修正 你要不要避開 我舉個例子 我畫個圖給你看 一檔股票如果是這樣子走 那請問一下 怎麼做比較好 當然 比較簡單的做法是 我這裡買 我買了 就抱著 到這邊再賣 這裡是最棒的做法 對不對 可是中間請問你喔 中間這個震盪 請問你怎麼辦 你如果碰到這個震盪 我跟你講你一天都睡不著覺 一天都吃不下飯 我跟你講什麼你都聽不進去喔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地方你可以調節 這個地方你可以調節 等下來低再買 低再買 因為這個波段上去可能是一個月的時間 不是說一兩天的時間 這樣的一個節奏大概可能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的時間 你這樣做才對啦 每一個節奏才對就像跳恰恰一樣嘛 對不對 你跟你的舞伴跳恰恰 萬一跳不好 會互相踩到腳會半倒耶 但是跳得好 那個幹嘛 那個叫做神雕俠侶 好不好這樣講啦 所以你懂我意思嘛 所以股票除了懸股以外 操作的節奏也很重要 我們節目不斷跟各位強調 就是這些正確的投資理財的概念 不是說很多人說我股票買了就放著 是沒錯啦 可是中間很多的震盪 你看像是兩天 你是不是又很擔心 那我為什麼在前兩天提醒你風險 對不對 答案都是很清楚的 來 所以我們繼續再講 所以我們的文章為什麼要看 重點就在這邊 不然像勵志 君豪 聯雅 四電 惠友 光盛 是不是創高 盤眾跟各位講 浮華創高 加幫創高 我們選股的邏輯其實都很簡單 整理完剛轉強 符合十二大指標全部翻多了 十二大指標是誰 包含什麼呢 包含量 千張大戶 新價限 KD 融資 MACD 分公司交易加速越高越好 最好是高達九成以上 代表全台灣超過90%的券商 都有在交易他 外資買進 投信買進 主力進場 閃戶再出 籌碼集中度提高 這種股票就是三到五成起跳 你看鄭威已經漲到多少錢去了 我那時候舉例還在七十幾塊 我剛開始講的時候才在五十塊不到 現在漲到八十幾塊了 對不對 那你想要掌握下一檔的正威嗎 投票 你想要掌握下一檔的標股嗎 這一檔非常的集會 這兩天 前兩天大凡回一檔的時候 他也有回 但是回的不多 可是到了昨天 他已經開始陸續的準備表態 機會就要來了 投票 我跟各位講 你注意看一下 他的量 千張大戶 性價限 KD 融資 MACD 全部翻多 分公司交易加速已經高達九成以上 外資買進 主力進場 散戶賣出 籌碼集中度提高 各位想要參與 想要買這一檔 我們的蓋牌股票 歡迎成為我們的會員好友 我們就會帶大家來操作這樣子的標的 風險低 但一旦做對就可以賺很多 你看前面我們操作的這些股票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很多嘛 對不對 不然像什麼 廣達 波羅威 聯軍 長家智能 東極 燃子電 你看我們之前跟各位講這些股票的時候 其實有些都還在低檔 有些都還沒創高 到今天很多股票都已經幹嘛 都已經創高了 你看像軍華 軍華已經漲到六百塊了 對不對 聯亞 羅森 影和光盛 光盛也是創性高 金財 這些相關的股票 盤中的發文 我們也講得很清楚 盤中你可以注意什麼股票 然後盤前你可以注意 有些可能可以做波段的 有些可以做一些價差的 其實我們是面面俱到 不管你是短線 中線 長線 我都幫大家想好了 符合所有不同面向的投資人 因為有些投資人可能 我一整天都可以看盤 有些投資人可能是上班族 有些是老闆 你沒有辦法一直盯盤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選擇不一樣的標的 量身訂做 帶領大家來做操作 所以行情變化多端 但是你要有對的方法 來做應對 就能夠幹嘛 在這股市當中賺到大錢 好不好 所以股票操作 不知道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跟我們做聯繫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